- 蚃卡貝運動頻道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震蕾今天非常開心的 我們全體注意又回來了 歡迎大家呢鎖定我們的節目 然後呢我們這個空間就是要讓大家呢 可以聊聊天的小天地 今天呢在年前 全體注意再次回到 跟大家一起在線上來討論 那大家也歡迎的在線上多多留言 另外我們今天有三位特別大來賓 我要來一一的跟大家介紹 首先要為您介紹是首次降臨 我們的節目讓我們澎湃聲輝 現在這個整個氣勢高漲 我相信等一下人數應該可以破萬 是沒有問題的 讓我們來歡迎 羽珠玫瑰小虎 首次來到節目上面 教龍武身上有槍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還在做一個大姐 有啊 沒有還在做一個大姐 要辦龍武就對了 對吧 你當龍武他就當龍九了 考慮好不好 來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今天穿得非常像是法律顧問的 龍九 神通正雅芳 雅芳 嗨 嗨 大家好 歡迎說法律 這群問題就可以去找我唷 但你為什麼衣服不穿好用T的 不是我今天一個cosplay錯誤 為什麼cosplay錯誤 今天要聊的議題我想說 哇關鍵在教練 我想說喔 來個coach 你想要走教練風 對 殊不知我剛剛一穿就覺得哇 哈哈哈哈 對你看教練穿降球怎麼打球 對啊 還穿短裙 對教練怎麼打球 對 好好好來我們在今天這個歡迎大家呢可以都跟神通也來互動 再來呢就是要邀請到歡迎我們上一次來節目上面 引起非常熱烈的討論 基本上這個有他在就有流量 這個很多的粉絲呢都是跟著他一起來到我們節目上面的就是 桃園李敏豪AKA魔獸觀察家 AKA又現在最近又多了一個 狐裡狐突 讓我們來歡迎 GN冠名戰隊GN 大家好大家好 我現在還多了一個AKA 又多一個 領航元頭號粉絲 哎呦為什麼 呃 因為他們最近十年生 所以你都變成原粉了 對身為桃園史明的我 三十號是誰 江冠名 江冠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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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三十號不是小白嗎 哈哈哈哈 好GN冠名播出啦 對啊 這個蠻會那個看風向的 賽季書他在說 李敏豪元打這到底什麼球啊 對啊 現在我 你沒有這樣講嗎 沒有沒有 是這樣子嗎 我一直是六九的最忠實粉絲 真的 真的我從小看他打 是四還是球員 對講清楚喔 都有都有 都有 欸 剛剛踩到那個法律顧問的這個邊界 然後我們看一下 對 尺度他會 OKOK 今天三位來到這邊呢 我們當然很開心可以 一起來聊天 那當然主要也是聊就是 因為年前嘛 所以我們要來回顧了 就是2022年 這個籃壇的一些大事 然後當然我們也可以來展望一下 2023年呢 相信在不管是台灣的籃球啊 這個哪一個聯盟啊 都應該會有非常多的話題 讓大家還蠻期待的 所以請大家可以在線上呢 多多的留言 已經有人說 這個 看你的主播 是看直播 看你的主播 看你的主播 抱歉我的觀眾那個 答字 對 直播 然後對沒錯 的確就是 我也想問 什麼時候要單挑 兩位 上一次就在講 對就在講 其實我們已經有 拍一個熱身賽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難分難 是不是在過年期間會播出 應該會搶災過年 對 就最近的事情 賀歲片 賀歲片 你也成龍 賀歲 搶檔大戲 準備要那個 好亞方 台灣大戰 台灣大戰 投籃炸中 喔 投籃大戰 兩人比投籃就對了 因為他本來笑說我是 Net Robinson 他是Shark 然後他要 灌你 我覺得先讓他看一下我的籃子 嗯 然後我們閉持之間現在有一些Respect 對對對 你不知道那個 那個 過去曾經有 號稱外號是 少女版三井獸在這裡嗎 對啊 少女版三井獸 三井獸 AKA那個賣帥巢李拉德 喔 李拉德啊 哈哈哈哈 這兩個人的眼神 跟笑容是完全不相信你 對 以台北人來講 會講賣帥巢 代表你的鬥嵐程度不是很高啊 我不管啦 要不然就講 新生橋 秀朗橋 秀朗橋 對 賣帥橋 這那些地方沒辦法 所以我賣帥橋 畢竟他是女生嘛 對 賣帥橋 下次可以 對 一切收一下 也是準度也是很夠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在 今天的節目呢 有非常多的內容 那當然主要也是 希望跟大家聊一聊 最新的消息 那再來還有包括 像是 體談人物的一些專訪啊 另外還有就是 跟觀眾的互動 因為我們 在線上其實大家 那留言我們都一定看得到 雅芳有點小聲 所以是 對對對 你的聲音可能要大聲一點點 我是雅芳 有任何法律諮詢 或者是 你又來 我知道的時候 你比較小聲了 對 因為你講這句話有點心虛 有點心虛 所以變小聲 就被那個聲音很小 好 我們今天呢 三位來到現場 那當然也看到我們的棚內呢 其實呢 有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那包括還有這個桌子呢 前面呢 誒 歡迎大家可以多多的 好不好 乾爹乾媽一起來贊助 我們希望 新的節目新的年度呢 其實在過年前這一集 其實也讓大家就是 持續的來關注我們 那有什麼的建議 其實都可以 告訴我們 我們希望在年後 這個節目再次的繼續進行 會有更多豐富的內容 好 馬上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要來回顧一下2022年 國內藍壇大事 好 農曆年前 兩個聯盟都有一些驚喜啦 在7的部分呢 是中信特工 打出驚奇 拉出了一波連勝 雖然現在連勝在過年前已經中斷了 但是 他們現在畢竟是在聯盟排行在最前面的 那這樣子他們是不是就不能發聯盟文了 呃 對 哈哈哈哈哈哈 欸 我 沒有搭了 是不是想要丟一個出來 我 我是 我是不太懂 就是那個 大家那麼喜歡看小胡直播 是不是都喜歡聽他講這種冷笑話 你是不是會在直播講這種冷笑話的嗎 每次我講完那個人數就會下降 哈哈哈哈 那那個GNN 你直播你覺得你的看點在哪裡 呃 我的看點 對啊 他有時候 我剛剛錄節目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覺得就是 忽然講這種冷笑話 讓我們就是三條線這樣子 不過其實效果還是不錯啦 對啊 我這邊的話我主要是靠遠持發 所以 就是 用我的 不是靠頭髮 哈哈哈哈 所以他 他直播都這樣子是不是 哈哈哈哈 把他臉擋住 好啦 那講到就是中信特工 你看啊不僅連勝文打斷了 中信特工六連勝 好不好 然後 批的話就是 今天那個 咱們GN 冠名播出 冠名歌 所穿的 江冠名的球衣 他這個是 十連勝的 這不容易耶 對 所以是一個 批聯盟的 新紀錄 我覺得不容易之外 是沒有想到會是 會是他們 會是他們 對 沒錯 觀眾也有問啊就是 賽前預測 我也是給領航員第五啊 喔是喔 我給領航員第五 因為那時候他們剛換教練 可是我賽季前我就 已經 看好領航員 鼓掌 你現在才講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你去看那個 球長第一拍的節目嘛 江是老的辣的 但是我也看錯了 比如說我認為國王會 走得比較跌跌撞撞 沒想到國王現在也還在批聯盟 算是前面 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一定會看不準 像我跟軍人平常 他預測NBA 我預測那個 就是我們只能講出 我們的想法 或一個概念 那如果說真的 預測那麼準 我就不當球評了 我就去買 是下運彩就好啦 如果我每場比賽 都看得這麼準 對啊 可是其實我預測 觀眾都是特別來我的直播 喔除了帥氣程度以外 他們還是來看我預測 真的 你不需要強調這一點 沒有他們是買版店 他們是買版店 而且講回來那個什麼 領航員的部分 自從龍哥走了之後 我就看好領航員 真的 真的 那你現在看好鋼鐵人 你好好講話喔 你好好講話喔 所以你覺得龍骨湯 不適合在桃園 而適合到高雄 龍骨湯 我覺得龍骨湯 是要看你在北部喝還是南部喝 南部喝現在看起來 第一場贏喔 對 南部喝的話 他是這樣 是道地的 沒有我們下一個月 路如果繼續輸他 他就說我覺得南部好像也 都不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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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講到這兩支球隊 然後再來講一講就是 2022年 這個藍壇 台灣藍壇發生的大事 那再來包括像是 很多的 Thank you 潮 就是很多的洋將 離開 然後另外還有當然就是 Linsanity 是不是要來到了台灣呢 其實我們都很多可以來討論的 好我們接下來呢 就先進入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我們現在來聊T好了 T在今年的賽季 雖然我跟小胡波的比賽是P 但是T在今年賽季 我必須客觀的講說 他們也在不管是聯盟 行銷上面的動力啊 還有對於球賽的推廣 再加上因為有Dwight Howard 將領 我覺得T在今年會給人家 跟第一季比較起來 有點煥然一新的感覺 三位你的法律顧問你這樣覺得 對 法律顧問 對 現在聽一下法律顧問 對 我們從客觀的層面來看 對 好 這個部分 好啦 不是 我剛剛本來想要嚴肅了 你還要嚴肅了一點 不要嚇到我要剁掉了 對 好 這是說齁 欸 這個是小段嗎 要10點之後再多了 對 現在還不行啊 還故意這樣子 好 那我穿回去 我們的收視族群有國中生 歐歐歐歐歐 好好看球啦 不要亂看 好 我覺得T今年的成長 雖然說就是一開始大家會說 魔獸來好像觀看變很多 但最近觀看又掉下來了 就是沒有到一開始這麼夯的感覺 但是呢如果有進場看的話 其實球迷數比起第一年 我覺得是有在增加的 就是說有在慢慢養成起來的 那比賽內容呢 隨著各自球隊的實力 越來越接近了 大家補強過後 其實落差沒有那麼大 所以其實比賽我覺得是 蠻好看的 你確定落差沒有很大嗎 還是有一次球隊十連敗了 那我就 連豪爾魔獸都救不太起來了 他本來今天出門還在想要穿豪爾的球衣 還是穿領航友 你選邊站喔 你選對了 導哥啦 你導哥喔 豪圓一哥導哥了 當然啦 一定要穿領船 好意思 對啊 你魔獸觀察家耶 你魔獸觀察家是不是很氣 魔獸為什麼 對 雖然你穿領航友 但先講一下T好了 對啊 你魔獸觀察家 我覺得這邊的話 本土跟教練的問題 在我看來都還是蠻大的 本土跟教練 哪一位教練 教練的部分 不好說 但是就是那個 雲爆還有別的教練嗎 因為有很多的教練 對 教練法 對 確切的責任歸屬 我其實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說 有時候叫暫停的時候 可能不確定 有沒有短暫停的部分 然後有時候可能 劃戰術 就是電梯門 然後大家看起來像羅生門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我找一個電梯門戰術 結果變成羅生門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 可能本土這邊 還需要再加強一下 對 但是我們已經有小四耶 原本的GM 翹下來打 對 可是關鍵是在於說小四到底能夠撐幾場 他是能夠 就是他跟魔獸現在基本上是輪流嘛 就是他上場 然後可能小四跟他上場 但是實際上你說他們每一場都能上嗎 這個我還是保證 而且你不覺得 這是他們在想要那個 那個操作的一種感覺 就是大家會期待說這兩個人的連線 你覺得嗎 我覺得大家比較期待我跟雷哥的連線 我覺得真的沒有 你把雲暴迷放到外面去 你把雲暴迷放在哪 我們廣告的雲暴迷 雲暴迷 他明明就跟我說 那一場我去看 95%都是去看魔獸的人 雲暴迷只有0.5 是嗎 大家都這樣覺得嗎 我 小虎你這樣子講對不對 我覺得 你不能在節目上面這樣跟我講話 我明明是說94% 不要怕 怎麼可能 5%跟6%的商品 0.5%跟0.6%的差別 我自己覺得T1今年 當然 我同意雅芳剛剛講的 就是 觀眾數變蠻多的 可是 我自己去看過一兩場現場 我覺得那個現場跟P的現場還是差非常多 但是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就是有更多人進場 你要怎麼留住這些人 會是重點 那再來就是 其實我覺得蠻可惜的一個點 我一直在說 魔獸來他有帶來流量 可是也有反噬的效果 沒錯 因為像去年我會注意到 中興的行銷 我會注意到 海參的行銷 我會注意到 哪一個 海底的行銷 對 會講話 不錯不錯 不告你了 你的動物都告人家 不告你喔 但今年我都覺得 你說會被魔獸吃掉 會模糊焦點的感覺 就 我感覺他們行銷團是很認真 但我說真的 我根本不會把注意力放在各支球團身上 就都被魔獸 對 都被魔獸 反面都占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有一點可惜 就是看他們接下來怎麼去化解吧 對阿 魔獸觀察家覺得呢 你覺得現在這個雲爆的 不管是他們去打客場 就討論度都很高 然後球迷比較多 真的是因為魔獸效應造成的 當然你剛剛說的94% 我覺得 不管那%數多少 大部分應該還是魔獸吧 那如果魔獸真的在本賽季打完之後 離開 你覺得這樣剩下來的效果是好的嗎 他們可能就要挖一個什麼甜瓜來 或挖一湯來 之類的 沒有我覺得 先挖到石油好了 我覺得 魔獸如果走了 他還是有留下來的效果 但是可能要20幾年後才會發酵 把天賦留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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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幾年後我們再開個節目 再開個節目 感謝 感謝Dwine Howard 對 在20年前 對 好 那這個 中信當然在今年賽季目前 三七十很前面的 那 我覺得今年 最大的不一樣應該就是 曾文禮 來到這支球隊 等於說他們在進群裡面 有一個非常有經驗的 然後老將來帶領 然後再加上 因為第一季的磨練 感覺起來 雅喵跟巴西這兩個 又更猛了 特別是 目前為止 夏萱的三分球命中率 還有45% 然後 阿巴西在今年 目前現在已經在討論 他是不是本土 就是如果假設 非法規則過了 他是台灣人的話 是不是他是本土第一人 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等於說 幾乎 雖然他們的洋將 沒有到特別的亮眼 就是說 算是主宰戰局的洋將 但是起碼 這個團隊戰力看起來 應該今年很有機會 拿下T1的總冠軍吧 中信特工 亞方怎麼看 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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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知道我 小條皮是他們的對手嗎 小條皮的干擾呢 肯定是特別有效的吧 是嗎 不是 我要說 因為我去年在台皮嘛 其實我在看中信這支球隊 他對我來說就是有一種 我應該要恨他 但又覺得這支球隊 真的滿吸引人的 就是他的風格也好 跟團隊呈現出來的氛圍 年輕 有衝勁 然後實質 你也看到這些球員的成長 我是覺得滿厲害的 那能不能衝擊冠軍呢 我覺得還有一點早 畢竟我覺得海神還是一個滿大主宰的 又有經驗 老到 雖然我沒有去播他們的比賽 可是就我的觀察 我認為啦 今年T1目前這個狀況 大概就是海神跟中信打總冠軍 應該沒有什麼太多的問題 台幣現在都被烈鷹超過了耶 都被台鋼超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反而他們現在 而且最近的這個風向 有點逆風 對 包括咱們的這個哈哥 對不對 大家網路上面其實都有點想法 然後 我認為啦 就是你看Event小安發了一個 限動 對不對 大家都在那邊猜測 對不對 周伯勳為什麼沒上 大家又在那邊猜測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一點內憂外患的感覺 所以台幣我覺得今年是 應該就是這樣子比較 起起伏伏的過去啦 雷哥那你覺得獵鷹沒有機會嗎 獵鷹喔 沒有 太快了吧 他們有三塔耶 對 但我覺得這個打法太單調 對 如果真的有三塔就贏的話 那早就大家球隊就這樣搞就好啦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度 包括你看第一季的工程師塔幣來 後來到星巴萊 你都沒有 不是冠軍保證嗎 我是這樣想啦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講回中信的話 首先我必須要說 他們的主題曲超好聽 怎麼唱 那個莫宰陽 喔莫宰陽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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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一首超棒 對 我覺得台藍 如果比起直棒 缺了一個部分就是 屬於他們的專屬歌 歌 就我聽到這首歌我就知道是這個球隊 對 那我覺得中信 如果現在我在路上聽到這首歌 有人放了 我就會開始動起來 對 就有點像他們中信兄弟是有一些對歌的嘛 對 對不對 屬於中信兄弟的歌 他們每一年都會推主題曲啊 甚至他們現在 因為棒球很成熟的 所以每個球員 都會有應援曲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或許他們會在接下來這幾年 把它帶到中信特工這邊 那如果 對啊 如果講回實力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他們今年洋將的風格 跟整體的球隊塑造的那個感覺 是 很match 我喜歡看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亞方會喜歡看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專精 在很研究比賽的話 你就是想要看球員秀嘛 對 飛來飛去 然後準嘛 然後團隊配合嘛 對 這些元素他們都有 他們都有 沒錯 所以今年看起來中信是不錯 來 但是我覺得中信這邊有個隱憂啦 就是他們的 看球後衛林維翰這邊 只是關於他的上市的部分 然後中信這邊 到底有沒有控球後衛可以替補上來 因為我覺得秀翰 他好像不適合打 就是控球後衛的部分嘛 那 魏佳豪這邊 不確定他到底能不能就是 打得出好的成績 在 擁有足夠的出場時間上 因為至少他現在沒有證明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是中信特工一個隱憂 但是我還是必須強調 我是林維翰的忠實粉絲 然後我在這邊也要跟中信特工呼籲一下 就是說 可不可以拜託你們 開始賣那個林維翰的球衣 因為他們在 他們有賣嗎 有 有他的16號球衣 可是沒有他的名字 可以自己去秀嗎 真的沒有他的名字 他們好像沒有這個選擇在現場 真的假的 但台南是可以的 我不確定中信這邊 如果有的話我道歉 他們推出的版本 給球迷買了就沒有他們林維翰的名字 對 但是他們有他的16號 對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很想要收他很久 我很想要買一間 所以拜託我中信特工 對 沒錯 的確現在因為受傷的關係 因為他能不能打我覺得很關鍵 還有包括像是林維勝 對不對 威家豪 甚至他們還有李學齡 對不對 其實他們的兵員其實是蠻充足的 對不對 你在笑什麼 因為你想到李學齡 所以你為什麼笑 你為什麼笑 那你笑什麼 台灣艾佛森 因為他好像很久沒有打球 對 沒錯 沒錯 在場上看不到他的影子 那當然這個就是每個球隊 就是他們的想法 對 那就是中信 目前為止在T1 算是最火燙的球隊之一 那我們接下來討論到另外一個 就是P 最火燙的 那當然就是今天咱們冠名所穿的 桃園Pilots 好不好 領航員 領航員在今年賽季寫下了P的新紀錄 十連勝 對 那剛剛其實已經有人留言了 就是說 過完年之後 他們要打富邦勇士 那場是課場 對 所以不是這麼的容易 或許因為過年的休息 一個拐氣 連勝就要中止 你覺得今年賽季 領航員能夠走多遠 他們的連勝到什麼數字 才會停下來 來 先來個專業球評 請說 我覺得第一場打富邦有點硬 對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去年富邦他們上半季也打得蠻爛的 對 然後他下半季的第一場是打夢想家客場 對 我記得那一場直接海虐夢想家 對 因為他 許總就有說 戰績那麼爛 肯定不會讓你們過年過太爽 過得太爽 再加上我昨天看了領航員的賽後記者會 盧俊翔的新年新希望是 希望宿罪不要太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新已經起來了 起來了 鬆懈 風格 已經有點動搖了 再加上 於情於理 富邦 沒理由成為第十一連勝的祭品 所以我覺得這樣比賽 過完年之後會開始改變 十連勝夠了啦 夠了 一下就寫到結局就不好看了嘛 一直連勝到季末 到底就不好看 那真的對 就是你可能要再等個三十年 那你來講一下十連勝的這個關鍵好了 你覺得他們今年為什麼能夠拉出十連勝 這是一個聯盟的紀錄啊 那他們到底 大家講的都打卡種有料 對不對 那但是他們團隊也打得非常的好 特別是進攻更順暢 防守更堅強 對 來 我如果要講數據面的話 他去年的得十分場均是-8分 對 就是十分比得分高 沒錯 今年是正12分 嗯 進步了20分 對 其實這一來回差很多 原本-8變成正12 對啊 我覺得 再來另外一方面就是三分球 三分球命中率我記得提升了6%左右吧 然後進球數多了三四個 對 那講回球員方面 我們都有一點 被他去年的戰績給影響到 對於這些球員的了解跟實力的判斷 沒錯 同意 其實我們 現在冷靜的來思考 冷靜好 請說 陳萬全 對 中華隊 然後施敬堯 以前也是UBA打得非常好 對 第一年也是 施敬堯明明就打職業打很久了 對 打S明明也打很好 UBA UBA UBA都多久以前的事情 幾把年紀了 文化 文化 記錯 對啊 然後盧俊翔一個星星 對 內線還有林鄭 林鄭 對 然後去年像老吳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控球 對 雖然說他現在可能有點起伏 但是一字排開 他們的人不差 對 沒錯 可是去年真的是讓大家對於這個團隊的期待有點降太低 那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說 我開季不看好他們 然後我在這邊 鄭重道歉 跟領航員道歉 對不起 兩人粉絲們 但是你講了一個重點 我去年其實就還蠻期待領航員的 只是我覺得他們找的那個洋將 就是一直跟他們搭不太起來 對 是洋將的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認為就是 洋將也很重要 像今年我認為 Sunny就是一個非常適合他們的洋將 Sunny就很讚的洋將 對 我覺得今年他們洋將一開始倒台的時候 我想說 也差不多 不妙 因為我記得我播第一場Washburn的比賽 我在轉播台我就直接說 我給他的評價是堪用 堪用而已 堪用 就是天花板堪用 但他現在在這個團隊裡面 的確是比堪用再跟上去 可是他們的洋將都不是說 會主宰比賽的勝負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是現階段 對於他們來講 達到他們最難處理的一個點 你必須面面具道 沒有東西可以去針對 沒錯 像去年就是星巴 對 所以我才說 你如果強項太明顯的話 對方一定會想辦法 對不對 就是去針對你的強項去攻 而且他們現在還有一個新的球員 加冠明 哈哈哈 我很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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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以為是什麼張鎮牙還是什麼 你整個好Cue 哈哈 我一直在等他Cue喔 那你覺得連勝你會 冠明哥你覺得會到 呃 我覺得是繼續挺領航員下去的 所以我覺得會繼續連勝下去 沒問題沒問題 你大概多少會挺 欸我覺得一直可以到 氣 氣 氣候賽開打 沒問題 哇 他是一路贏到底的一次嗎 你這太汙腦了嗎 身為桃園四四名 我一定是要挺領航員的 那那雲豹呢 雲豹會連敗到什麼時候下去 啊 雲豹的部分有 不好說不好說不好說 那你PASS 簡單問 雲豹先 先指敗 雲豹先贏 雲豹先贏球 還是領航員先贏球 哪一個哪一個 二選一 哇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領航員會先輸球吧 喔 先輸球 哇 這麼不看好雲豹會贏球 真的耶 你剛剛說他們會贏到季後賽 他們是台灣特遊走 對 如果你真的這樣二選一給我的話 那真的就是 我覺得我必須 必須 哇賽 我們有一說一嘛 對 滅越目前現在真的是 這個 現在目前的風向真的 完完全全 桃園這邊就是 倒向林航邊這裡 對 同層 這也是應該台南史上第一次 同層出現十連勝跟十連敗 的球隊 對 去年他們只有講一個就是 桃園三結役嘛 對對對 還有胡遠嘛 喔胡遠 還有胡遠 沒有樂天啊 沒有辦法放球倒進來 樂天想說也被很少 也是差不多 我樂天也是被很少嘛 對 那天是卡文大賽別 對籃球啦 三個都很差 對 今年 欸 劉備衝出來了 對啊 就是卡總嘛 卡總就 一支獨秀 那你怎麼看卡總 兩位 怎麼看卡總的帶兵方式 你怎麼看卡總 你怎麼看卡總 你的教練呢 對 對啊 冠名講一下吧 我覺得卡總的部分 至少我認為他在培養本土球員的部分 是很成功的 跟其他教練 因為像 之前有一位教練 他最近離開了嘛 那他離開的原因 好像就是因為他 據傳說是說他沒有給本土球員 足夠的上場時間 好像是這樣子嘛 所以就是 至少我覺得卡總在這部分 以一個外籍教練來說的話 他是非常成功的 那這個 一定要 這個尊敬要給他 但是問題是 就像小五講的 會不會在去年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這些本土並不好用啊 所以 你不給他上場時間 是很合理的嘛 對 但在今年賽季 怎麼大家都變成可以用了呢 真的難道卡總這麼神奇嗎 還是說這些球員 本來就應該有這樣子的實力 我是這樣看 因為我去年其實 我如果去年現在講說 我看好林航園 當然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球評超弱的對不對 他叫你把裡面那件脫掉 對 脫掉 但是 但是我認為 就是去年的時候 我就會 就像你說的 我就認為 PONPON應該還能夠打啊 就是他應該可以打得 像今年這樣子 阿瑤怎麼會 怎麼會在去年打成這樣 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那去年其實我還記得 開季的時候 阿瑤還一度打得不差 對 我還有訪問到他喔 那樣比賽還贏球喔 但 出現了這樣 那運氣不錯耶 對 還可以訪問到他贏球 去年就是這個 但是你會覺得他們的陣容 其實是很不錯的 特別是他們的風險 其實身高都還蠻夠的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 六九也打出來啦 對不對 拿最佳第六人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大漢當然因為受傷 有點打打聽聽 對 然後他們另外還有 還有林勝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高度 其實是很夠的 喔 今年賽季又多了 風險又多了一個 張鎮亞 對 在禮拜天的比賽是 六投六中的三分球 對 然後還有包括 我認為 以現在看起來 聯盟三分球的準度的部分 林航園這很多球員 都排在很前面耶 對 這應該是跟卡總 有蠻大的關係吧 除了讓本土球員上場之外 雅芳你怎麼看 就是 就是你覺得外教 真的有比本土要來得好嗎 我覺得 卡總這個人呢 因為今天為了錄這一集 我就有先去探選一下 研究一下 我先去探選一下 就是現在領航園的朋友們 我會說 欸 卡總真的那麼神啊 他們跟我說啊 就是卡帥的化學效應 太神奇了 他們是完全信服於他的 應該說 威嚴之下 也不能說威嚴之下 應該是說教導 吹話 對不對 威嚴他哪裡來威嚴 教練 我們都講什麼 教練兩件事嘛 帶兵帶心 對 要嘛就是做好一項事 事情 要嘛就是兩項都做到 那很明顯看起來卡帥 大家都說 他說其實練球儀跟疫情 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變化 戰術呢 基本上大家都不太畫戰術 所以沒有什麼差 但是因為他會肯定每一個球員 對 他不會因為你這場打不好 就覺得很超爛 你下次不要打 然後怎麼樣去否定你 你在模仿哪一個教練 嗯嗯 剛剛怎麼了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感覺 就是 但是呢 他會去肯定每一個人 他不會去否定你 因此球員就很信任於他 他們覺得他是有料的 而且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乘效應 你看他上一次在台中太陽 其實這個陣容打到亞軍 我覺得哇塞 不夠思議 我也覺得很神奇耶 對啊 沒有人會想得到台中太陽 在去年可以拿到第二名吧 因為你說台中的本土真的 就是上個賽季給我的感覺啦 我沒有要說比誰跟比誰 但我覺得感覺起來 等級差不多就是 就是 雲爆 這樣子的本土球員 就是球星真的不多 然後 叫不太出來 名字的蠻多人的 我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結果他們還打到總冠軍賽 對啊 所以 我去年看 因為我去年比較關注T1的賽事 是到冠軍賽 因為龍帽有打嘛 對對對 剛好那時候打台中太陽 對 我看的情況下 是我覺得卡總 我很認定他的進 很認可他的進攻 對 因為就像雷哥講的 他的菜不好 但他可以炒成這樣 對 可是那時候我是針對他的防守 我覺得 不行 不行 可是今年來到這邊 其實我覺得領航能做的最好的是防守 對 沒錯 他完全是用防守來帶動進攻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年輕的球員 有上場的機會 我相信像小白或是張鎮亞 他如果去其他球隊的話 可能不會有現在的上場時間 可是現在就是你上去 你只要防守不要有太大的漏洞 進攻他給你很多的信心 讓你去做出手 就是去年的話 他們今年有一個儀式 不是贏了會 潑水 洗澡時間 對啊 那個水都很浪費 還好今年不缺水 去年的話 是可能一場比賽 我們在打完那個水只喝了半箱 還很多 對 就是有半箱沒有喝 沒有沒有喝 所以我覺得就是氛圍 比賽的內容 教練的差異 跟球員的自信度 真的是每一方面都顧得非常好 領航員十連勝跟雲豹十連敗 這個我們冠明哥已經講了 他掛保證了 對掛保證 領航員會先輸球 然後那個雲豹才贏球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連敗到底要什麼時候 然後這個連勝到底要什麼時候 這個數字到底會停在多少 這當然就是在接下來過完年之後 台灣藍談大家會關心的事情 那我們在第一趴在那邊聊了T聊了P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全體注意 再回來聊更多的 國內外T談大小事